我是团长 今天团长开启一个新的课程 跟大家讲一讲 股票估值的五种常见方法 很多投资者在A股市场 进行买卖的时候 非常想了解清楚呢 自己手里持有的股票 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对吧 如果低估了 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如果高估了 下跌的风险有多大 那么如何去给股票进行估值呢 我们常见的呢 有五种方法 在讲这五种方法之前呢 我们先要了解一个理念 宁愿模糊的正确 不要精确的错误 我们在做股票估值的时候 没有必要精确到 是19.99还是19.98 只要判断出股票的价格 是否处于低位就可以了 换言之 先定性后定量 定性比定量更重要 在股市买股票呢 股票的价格明明白白 摆在那里 具体到一分一理 任何人都能看清楚 但说起股票的内在价值 却没有人能看得到 没有人说得准 我们也只能去估算 更何况呢 股票的价格呢 始终是围绕价值进行波动的 每天四个小时交易时间 价格呢 不断地在波动 那么你要明确地了解呢 它的价值的一个区间 那么区间呢 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你不可能去弄懂 它究竟在某个价位 是一定准确的 所以呢 不要去精准的错误 首先呢 对于固执方法的定义 所谓的固执方法呢 其实呢 就是计算出一只股票 内在价值的方法 因为A股本身 存在的一些问题 无论是指数 还是个股 都呈现出高波动的特性 这要求我们 对股票的内在价值 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从而呢 避免被情绪裹挟 做出错误的操作 因为A股市场 暴涨暴跌 波动非常之大 很多时候呢 股价很容易被爆炒 也很容易呢 因为情绪所致 导致它连续暴跌 那么其实它的价值呢 并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价格呢 因为情绪所影响 当我们把计算出的 股票内在价值 和市场价格进行对比 如果价格低于价值 表示当前股价低估 在绿色区间 如果价格高于价值 表示当前股价高估 在于红色区间 这是估值方法的一个 内在定义 我们特别的要提示一点 低估呢 不是买入理由 高估呢 也不是卖出理由 影响股票走势的因素呢 有100种 甚至更多 估值呢 只是其中一种 很多时候还是最不紧要的一种 估值只能提供参照 但不能帮你抄底 抄底 但是呢 当你明白了你手里持有的股票低估 那么你就能够有坚定的信心去持有它 因为价 这个价格嘛 最终要回归价值的 那么你在低估区间去买 那么风险其实是最低的 相反呢 如果你买的股票十分高估了 对吧 非常离谱 那么你这个时候 你也要考虑到落袋为安 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股票买卖点的一个佐证 我们举例来说 中国建筑呢 不管是用市盈率还是市净率来计算股指 股价呢 都接近历史的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 10年到19年 这是市盈率 对吧 一直14年创了新低 它现在就接近于14年的低点 那么市净率同样也是 它也是接近于14年的这个低点 所以中国建筑了 它无论从市盈率还是市净率来说 它都是非常低估的股票 非常低估 但是你说中国建筑会立刻就涨吗 也未必 当然今天的A股市场 基建股是大涨 那么中字头的股票很多大涨 那么中国建筑呢 可能从底部也有一定的反弹区间 它们价值呢 有一些回归 但是呢 它在这么长时间的 尤其在18年全年 一直处于低迷的情况 19年 1918年 所以呢 低估呢 不代表立刻就涨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 这五种股指方法 分别是哪五种 第一个呢 是市盈率股指法 它是最常用的指标 第二种 是PEG股指法 它是弥补适应率的不足 第三种呢 是市盈率股指法 它适合于重资产的企业 第四种 是市限率股指法 最保守可靠的股指方法 第五种呢 DCF股指法 理论上很完美 单不实用 那么后面呢 我们团长呢 将通过五节课 分别就这五种股指方法 跟大家一一介绍 一一举例 欢迎大家关注下一期视频 市盈率股指